無碼燒肉就這 哈囉大家好我是TINGTER 歡迎收看特好吃系列 今天的特好吃應該是我們首度爆破 要爆破什麼呢 我昨天晚上在網路上看到一間必勝客的披薩 它推出了一個烏馬越見燒肉披薩 這個烏馬燒肉我看到就很吸眼球 因為我從來沒吃過 就是久仰這個大名但從來沒吃過 再來呢我是看到在圖上 它那個燒肉的照片廣告照片超級厚一片 所以我就不輕想了解一下 這麼厚的燒肉到底怎麼做在披薩裡面 還有它到底有沒有唬爛 有可能這麼厚的燒肉卡在披薩裡面嗎 所以就決定要來爆破一下 不要說爆破 開箱一下這個月間披薩 你怎麼買三個 因為我覺得我們不是那種 只買一個披薩來開箱的垃圾主窩嗎 水一級有沒有 你的意思是說我本來想要一個披薩水一級很垃圾嗎 對蠻垃圾的 所以我另外買了兩個他們比較有特色披薩 它肉真的蠻厚的 好像沒片欸 它這肉真的有厚 而且它上面好像有一個假干貝嗎 還是馬鈴薯 然後有節瓜 其實配料非常豐富 南瓜嗎 它裡面是有骰子牛干貝南瓜片 然後最近很紅的綠節瓜 6片100塊 那它節瓜是從北部劈下來的嗎 要問一下 個人覺得以假干貝的標準來說的話 那個干貝也算好吃 在夾的干貝裡面算很不錯的 然後節瓜加南瓜 我覺得不太好 其實好像很少看到披薩沒有放著節瓜和南瓜 對因為它口感太脆了 就是我會覺得 上面的配料是軟軟嫩嫩的 口感會比較好 它如果脆脆的又配這個麵包 感覺特別奇怪 就像你去買一個菠蘿麵包 你不會希望上面放一片海苔吧 所以你本身是不能接受這種蔬菜放在上面的 也沒有不行啊 但就不好吃了 那夏威夷披薩你可以嗎 夏威夷披薩可以 它鳳梨是軟的啊 喔 我覺得就很奇怪 你有咬到它的肉了嗎 還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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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 這最近有一起聯名嗎 我覺得可能還不如那個 那個火腿辣腸好吃 這個肉還是有肉香有香氣的 但是口感吃起來有點 有點乾 有點乾 然後稍微有一點點柴 可以吃得出來它的肉的品質其實是不錯的 對但就是可能是Pizza的製程 沒辦法它就是咬起來就是有點乾乾別別的 它這個主打就是跟台中烏馬聯名 使用5盎司後切菲利牛 是菲利牛 菲利牛 如果再算上價錢我覺得 放得這麼厚的肉 可能得賣個500塊吧 我竟然有500塊 我去吃一顆我家牛排不香嗎 不啦它到底多少錢 它599元 原價888 它是特價喔 好啦如果你算這個Pizza兩個人吃的話 一個是300 300吃得了我家牛排嗎 點一般的大眾牛排應該是可以 可是吃不到菲利牛啦 我還是選我家牛排 你有吃出菲利牛跟一般的差別嗎 沒有我就單純比較厚 肉香比較夠 但是你吃肉的本質就是嫩不嫩 其實肉只要嫩即使肉不香也無所謂 就是肉軟軟嫩嫩就很爽 這個就是太乾了 雖然有肉香 就因為它有肉香 我吃出它 它的肉其實是不錯的 但我就覺得這樣 用Pizza這種製程有點浪費吧 好如果1到10分的話 6分 蛤這有6分嗎 6分算有及格了 就至少不難吃啦 會回購嗎 不會 那他媽還有6分喔 6分就是可以吃 但是我不會特別想吃啊 所以有人拿給你吃你是OK的 我這個人下線比較低啊 確實 我這個人下線真的是比較低 我真的覺得它乾杯是不錯吃的 我覺得比牛肉好一點 什麼東西 你吃了什麼 我吃到一塊嫩的肉 我再試一遍 現在連吃Pizza也要玩抽卡遊戲了嗎 這塊也是嫩的耶 緊急更新 8分再加2分 欸好吃耶 那你他媽把肉全部吃完 那剩下誰要吃 你吃啊 我剛剛有吃到那塊比較乾耶 我想說烏馬一世英明 怎麼會把自己的肉 這樣烤在Pizza裡面 原來是好吃的耶 其實剛剛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塊肉特別乾 我剛剛連吃2塊是嫩的 這第三塊 OK嫩的 沒有這樣翻車了 爆破失敗 不錯啊8分 好那我們就入個口下一個 緊急通知 緊急通知 7分 我剛剛咬他一口南瓜好臭喔 這個南瓜感覺 味道很生你知道嗎 他吃起來很像那個果乾 他不會有那種生生的味道 但他這個好像是 南瓜很像沒熟 找得微水菜味 還要再更新嗎 7分7分 不跟了 他這個是要幹嘛 他沒切 他這個就是特色 故意不切喔 故意不切的對 月圓人團圓不能少一圈 他們的手根 他有實用說明嗎 沒有 他沒有實用說明 他什麼事 不是要我抱起來肯嗎 直接掰開了 他裡面一定有料 了解一下 我一般是不吃餅皮的 但這種芝心我會吃 麵包味也很重 芝心好像沒什麼香氣 還是要配這個 欸 還是 你又把它夾起來嗎 不這樣 要不然什麼事 他應該是讓你一口一口奔著吃的 應該沒有人這麼野蠻 好重的麵粉味 我給他一下三分 三分 我不知道我在吃什麼 多少錢 便宜耶 一九九 一九九 一九只是三 因為一般我們吃pizza 我們會其他 他中間的內餡是軟嫩 好吃的 那他這個餅皮 反而比中間好吃 他中間又乾又沒料 不知道在吃什麼 然後是外面這圈 芝士的麵包餅比較好吃 你看他這側面 他完全沒有厚度 幾乎是沒有料的 你知道嗎 比如說他 跟他一樣嗎 跟他還是一樣 中間也是那個起司 然後旁邊一圈呢 是我們的 草莓麻糬 有點倒胃口 這個是7系的特別餐碟 那什麼圈 那我把它撕開囉 他等於把芝士變成 草莓芝士嘛 那我是不是就吃 外面這圈就好了 我是對他沒有抱有任何的期待 這草莓的那個 香料味好重 我還沒入口 我在這我就聞到那個 草莓果醬 他就是草莓果醬 一模一樣的味道 他就是草莓果醬 塞在那個餅皮裡 我想常立譴責 我根本就是在玩食物 不要玩食物 真的不要玩食物 這就是草莓果醬 這個可以拉實 跟那個吃那個糖一樣 而且可能這個吃多 不是很硬 因為很黏 它就是精緻碳水 這就是一塊 超級無敵精緻碳水 然後又有很多糖跟色素 我感覺比垃圾食物還要垃圾 那你先講 吃起來是還行 那他可能有點介於 下午茶跟正餐之間 你說這是下午茶 下午茶吃不吃早也很奇怪 吃這麼大塊麵包也很怪 那你說正餐 吃這個 它完全沒有蛋白質 它全部都是精緻碳水跟澱粉糖 我看不出它有任何的營養價值 可能吃了純商生 然後可能又一個便當會 這應該要賣299吧 唉唷 很準喔 249 249 我自助餐可以吃多少 而且我可以買兩個 很好吃的雞腿便當 你說兩個 一份雞腿便當 我就跟他換 這吃起來沒意思 我覺得他太雞了 你說他是甜點嘛 也不是特別甜 也不是特別好吃 你說他的披薩 吃起來又很奇怪 中間又沒有餡 有點視不相 他們好像每到一個季節 他們都會推出一個季節性的商品 然後他們就會盡量把一些 想不到的東西塞在裡面 那我覺得是台灣人 慣壞的必勝客 喔台灣人慣壞 台灣人就是很喜歡 玩什麼寫音格 每逢節日出一些新產品 大家都會去買單 再歪再奇怪大家都買單 好今天吃完了三份必勝客披薩 我們原本是要爆破那個月見烏馬燒肉 結果意外翻車 然後又再翻回來 這另外兩個實在有點 我不太想做太激烈的批評 那我覺得另外兩個有點垃圾 我不太想做太激烈的批評 最主要是中間那個餡 因為如果他說你是披薩 那披薩本質你那個中間的餡 就該很好吃很爽 那那個餅皮又乾 然後又沒什麼味道 就我完全不知道在吃什麼 它那個餅皮很厚嘛 所以麵粉味也很重 所以其實裡面不管是包芝士 還是包那個什麼草莓麻糬 其實味道都被麵粉味蓋掉很多了 重點是那個好像也不是特別健康 就有點像是花錢找追送嗎 對 但是前面那個月見的烏馬燒的是真的很可以 我沒有想過燒肉在披薩上面 竟然還可以這麼嫩 雖然有一塊肉是小翻車啦 第一塊吃的那個比較乾 可能那個比較大嗎 還是怎麼樣我也不確定 可能它受熱沒有很均勻 我剛剛有另外再吃了兩三塊肉 都是很嫩很好吃的 我在猜他們可能披薩整個烤完 然後可能最後拿出來才把那個肉放上去 或者可能那個披薩出窯前啊 30秒一分鐘才把肉撒下去 所以它的肉其實還是滿水嫩好吃的 但我會下次直接去吃烏馬燒肉就好 你還沒有吃過烏馬 還沒吃過 好我們下次拍一集烏馬肉 好很少去台中欸 好現在台中烏馬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然後再拍一集烏馬